聊聊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聊聊这个马爷的这个形象 我啥形象 体面 体面 我是一个不怎么讲究体面的人 但是呢 这篇文章的题目 我觉得咱们真可以聊聊 某种程度上 马爷可能没这个问题 徐老师可能也没这个 你可能 那就是我这我就说 说放下面子赚钱 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 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 对吧 对于一个要承担 这个经济责任的一个男人来说 当然可能也包括女人了 就是说赚钱有什么丢人的 赚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老说 当你走向这个世界啊 这个社会 你单独生存的时候 第一个目的就是趋利 你就是要赚钱 你不赚钱怎么生存 你靠别人养着 那更不体面了 对自食其力就体面 问题是怎么样赚钱 它有两个钳制 第一个钳制呢 是大家要求的 这个就比较难做到的 叫道德 第二个钳制呢 是法律 法律很简单 法律就是你要触碰 你就过上那边受罚去 你不触碰就没有事 但道德这个事 你到底触碰到什么程度 就是 你在挣钱 因为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我曾经有一回是在中央台 就说起来十几二十年前 做过一次辩论 辩论的时候呢 对方呢 对方呢 是这个北大的 这个考古系的嘛 他就说所有收藏家都是趋利的 他最后就逼急了 说出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大部分人会否定这句话 因为在辩论当中 你趋利按理说 人家认为你这个人品不好 才去趋利 我当时就接了这句话 我说趋利本质上没有什么坏 就是那每个人都应该是趋利 让你的利益最大化 但前置我一开始就说了 两个道德和法律这个你不能去违反它 尤其是法律 对吧 道德违反了以后 你会受到道德的制裁 它制裁理论上讲 过去人认为是重的 今天的人认为是轻的 但法律 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 都会认为是重的 对吧 所以就是一定不要把这个 就是趋利的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这是所有人踏入社会的第一个目标 变得一个很负面 我觉得这就不好 不负面 挣钱有什么可负面的 体现你的能力 对 但是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真说这广告这个 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都是肠子都毁清的事 就是说 你那生活没有到贫困线 挣扎在贫困线以下 你要真是那么穷 那我觉得说不上什么了 对吧 有钱只要合法 咱就挣 对不对 但是呢 当你觉得你这个 也能过上一个一般日子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嘛 你那我不知道你比如说你为什么拒绝那个广告啊 其实没那么什么高风亮节 它很多具体因素 它那是个近视眼广告 就是激光手术 激光手术 好多人都做 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得是20 有点风险 第一个有这个顾虑嘛 那当时给的那个钱挺高的 真的到今天都不低啊 确实诱惑 估计你拿完以后眼镜广告不能接 关键在于 我觉得我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怕丑啊 就是说 他给我设计的是 他说我们要放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广告牌上 还有那个机场的广告牌上 然后他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你想 你现在可以看看 就是说 我终于摘掉眼镜了 就这样 哎 就这一幕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就是说我一下飞机 或者说我一下火车 先看见自己了 这不是 主要是他这个 你你知道吗 那你 不是你可以换一个动作 我发现呢 我对我不认识的人 可以无感 就是说一般人可能 特别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 你知道 我当时最觉着抬不起头的 是咱们这个朋友圈 那摘点眼镜有什么不行呢 不是 就这样的一个照片 那么大 放在那个任何一个场合 我一下想到的就是 马爷啊 或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我大学同学啊 你不看见我 人家只有羡慕 只有羡慕 哎呀你真是我的心 是不是 就是 是自己别扭啊 就是不是 其实说到根本上就是 人是不是有一个自我想象 一个自我的心象 就觉得我怎么能那样呢 因为就是 其实徐老师刚刚说的 也纳入这个范畴 他觉得比如说 你有一个价格的衡量 它也是一条线 你呢就是那种 丢不丢人的那 那么一条线 就一个人 他可能平时的所作所为 他都已经给自己 划定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预值 一个范围 突破那个 那就是叫 他自己觉得就不体面 对 这就我原来说嘛 人生第一个 刚才我们说 第一个目标是趋利嘛 第二个目标就是 趋名 你就开始到趋名 这个阶段 你趋利那个阶段过了 谁说的 我说的 我长期有嫁无事 我不是不做 别人过去 你看啊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趋名 趋名不代表说 你不在乎利 而是你在乎 别人对你的看法 这肯定是进入 第二个阶段 你如果没到 就是你的生活状态 非常恶劣的时候 你永远不管 别人怎么看你 对不对 我说人生第一个目标 趋利 是趋到你对应的利 什么叫对应的利 比如有人说 我有份好工作 工资我已经满意了 这就是对应的利 不一定非得成为首富 对吧 不是我们宣传的 什么小目标 什么的 不是这个 而是 有人认为 我就挣这点钱 但我生活很安定 这也是趋到 对应的利的时候 他一定是趋名 什么叫趋名呢 他首先要在乎 亲近朋友 最近的人 对我是什么看法 如果你的名声过大 你要在乎 公众对我的什么看法 对吧 你再大 你要是考虑 国家对我什么看法 民族对我什么看法 那肯定都是趋名阶段 谁都有谁的 体面 有一种可以形容成虚弱 就是他有一点点虚弱 他是不是如果说的大一点 有点像我们说的礼 就是礼的本质 不是礼貌 就是什么 你处于什么位置的人 该对应的做什么事 穿戴 说话 行为举止 你符合你的身份 就是 礼 这个本来呢 是社会上 就排得很准的 考验就是 你一个文化人 可是现在突然有那个诱惑 对 比如说研究生学历的 去卖网红鸡爪 这大家都看过吗 正常了 香港的很多这个写专栏的这个文人 我认识好几个家里开牛肉店 牛肉面的 他们就讲香港 要不说最近这个疫情啊 影响好多演员啊 也都失业了 那有的演员就去送外卖了 有的演员就去扛大包了 就是按说 谁就做保安了 港姐的第几名的一个 就去做保安了 就被人拍了 变成新闻了 那马爷 你觉得这叫不叫不体面 那对于他个人来讲 我觉得他肯定是要突破 传统体面这个观念的 但是我觉得从社会整体上讲 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叫适者生存 你所谓体面不体面啊 其实我们今天社会是 因为相对比较稳定 你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 明清之间 清朝到民国之间 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之间 这时候有很多人 他社会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要重新去谋生的时候 这个事都放下了 你不放下不行的 社会不给你 不给你其他机会 那你的体面 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 因为我在体面 我认为体面在生存面前 没那么重要 就是你为了活下去 你可能什么事都要去做 只要你不违法 我们前提说不违法 不杀人越祸 但是对于一个平稳的社会 我们社会现在相对来说 都比较平稳 没有大的动荡 那你改变你自己的 就是过去固有的这种形象 尤其是文人形象 或者是被人文人塑造出来的形象 比如什么小姐 什么小姐 选美小姐 选美小姐 文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象 叫选美小姐 是吧 家力 家力 家力当保安了 家力当保安了 当保安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 也许这个家力当保安 是人家饭店的一个噱头 人家拿它做广告 你都不知道 那叫饭店的体面 对 饭店就体面了吗 它体面了吗 小姐也获得了高收入 就是她为什么去 她一定是收入比常人高的 但是你说她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研究生去卖鸡爪 咱也听说什么原来 甚至大学教授可以去卖茶叶蛋 他要卖成了 大家又觉得企业 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他火了 他变成了一个鸡爪大王 他变成了一个鸡爪脱了丝的 一个总经理 他变成了首富 有啊 那大家背不谈 这个教授体面了吗 体面了 这个教授体面了吗 转型体面了 或者就是说 获得了新的尊重 我们现在这个认为 只要你成功了 就所谓你有钱了 那就是体面了 你比如那北大的 毕业生卖猪肉 那个事闹得 就前些年闹得多热闹 那叫陆布宣吧 叫什么 我记得名字 是吧 后来我看过他一段采访 就是有人说 他赚了多少个亿 他就说猪肉有那么暴力吗 猪肉没那么暴力啊 猪肉是一个 大家都看得见的 利润是很低的 他是通过他的 其实高等教育 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 他思维方法跟人不一样 同样一个猪 就咱俩一人拿半片 我卖的就比你多 因为我知道 从计算上 怎么能把它计算得 更为合理 其实就多了那一点 导致他就比别人 就发了财嘛 那时候又重新 对他有认知嘛 一开始对他认知 非常负面 当他成功以后 对他的这个认知 就正面了嘛 你像那个罗永浩嘛 最典型的这个例子 因为他开始做手机嘛 就这个最初也是 就是知识分子嘛 然后做手机 他欠了债以后 不是就去那个直播带货 刚开始做第一场的时候 大家大量人去看 是一种人设 觉得有点同情他 觉得你怎么也去 直播带货了 结果人家做得特别好 那又有了一个新的形象 大家觉得 哎呀做得好啊 非常成功啊 为什么丢人呢 但是我看至少人 罗永浩人家对外说的 也算是回也不改旗帜啊 人家说的是 我这是为了还债 对啊 我还完了债 我还是要搞我原来的 他不是他喜欢弄电子产品 还是弄手机 我不知道啊 那意思就是说 我还 我这是还债 我不得不如此 但是我还完了债 我原来的志向 该干什么 我还回到我原来的 我本来是个山上道士 武功绝强 现在我欠了债 我在这撂地摊 耍个把势 赚你们点钱 然后还完账以后 我还回山上 这意思 底线最不体面的是 妈妈生病了 没钱治 这是最不体面了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 对不对 这个有些就是 不同层的人啊 你能看出标准 确实是不一样 比如说不是还有一个 讲古诗词的教授吗 其实就是在网上讲的多了 你看有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在某些圈子里 这个标准可以严格到 你出现太多了 你曝光太多了 你在网上到处去讲 你这个都有点low 就被认为 是吧 他不体面 但是这个教授 最后我发现 一番表白也是实情 我觉得为他挽回了一个体面 他说我的太太身患绝症 那个药啊 贵的呀 可能这个 一粒 可能一千七百块钱 一个月吃多少 知道你说谁 对吧 他就是说 我得挣钱呢 我得挣钱 给我太太买这个这么贵的药 你看 哎 这 马爷刚才分析了 这种道歉 其实还是在还这个 做生意的原罪 就是任何人 你赚了钱 就好像是欠了债一样 对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 有点值得讨论的东西 我的意思 他这个就是 就是文化 传统文化中 跟当今商业文化中的 一个严重碰撞 对 因为大家认为 你是一个讲唐诗的教授 然后你利用讲唐诗 火了以后 然后你把它变现 大家就不太接受这事 那么他出来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来挽回自己的影响 是什么呢 就是我被迫 把我心里的话跟你说 来告诉你 我的 为什么要赚这个钱 那如果说 我有一个极好的收入 他得了癌症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钱 那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你看这篇文章 他讲我这逻辑 不就是吗 感觉非得是我母亲有了病 我的这个什么广告都接 虽然没有啊 都变得似乎是 他替你来咋 他还替我赢得了体面 对 他说他为什么接了广告呢 原来不想接的呢 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 对 广告是趋利 后面这个家庭这个需要是避害 就得这样来进入这个游戏规则 其实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讲 作为一个大学的 这个文学教授 你去什么带货 卖点钱 作为一个这个生意失败的人 去卖货卖点钱 这些都不必再把背后的这件事跟你讲 可是现在当你成为公众的人物的时候 由于你又利用了公众对你信任的这个东西 获得红利的时候 那你被迫要把背后的事情讲出来 你要不讲出来别人受不了 就是说体面 但是呢 当我们表明困境 我的困境的时候 就可以解释了这个不体面 你看每个人都有 不光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看连小人也有所为有所不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什么都肯干的 对吗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线 那其实我现在觉得呢 有的人的线啊 画的呢 他不肯为这个事动脑子了 有些原则黑白分明 你比如说我们也知道 有些有的那个老戏骨啊 好像说王志文就是吧 他就完全不拍广告了 那就是不动这脑子了 对吧 但是你像我们呢 你动了很多脑子 你得斟酌 他这个靠谱不靠谱 这个接受不接受 当然动脑子 有动脑子的利益 就是你如果觉得 这个产品很可靠 对吧 我呢 形象跟他呢 也很搭 就是实际上 跟你跟商业之间 是存在双赢的可能的 但是呢 你看那有的人呢 就 我这一条线 我根本不在河边走 但是呢 有的人把线画得更近一些 那实际上呢 你废的这个脑子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花了很多精神考虑 规则 做不做损害什么 人家一点都没考虑过你 我记得好多年前 咱们的一个嘉宾在这下开玩笑 说 I have a dream 就有一天 每个人都能因其本职工作 和他本人的这个特长 得到他最大的收入 经常是 你做你的这个本业啊 这个是一个可限定的一个收入 但是呢 它有一个边界溢出的现象 你做点别的 甚至不用你这个本业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但确实收获的这个价格就更高 我是觉得 原来我给年轻人建议 我觉得你人生如果做第一份工作 最好的一份工作 一定是要跟人打交道 跟人打交道 你会学出来很多 你比如说 拉门 是吧 宾馆拉门 我以为什么跟人打交道 你天天看这个眉眼高低 然后你很快就会分辨 什么人是有休养的 什么人没休养 什么是有钱的 什么是没钱的 什么是真有钱 什么是假有钱的 然后你在眉眼高低中 你处理了各种事情 你拉一年门 我认为这个人跟社会的 这个 外部的那个 家里坐门 坐拉门 家里去拉门去了 是吗 对对 有人拉门 拉出名堂来吗 加仕德拍卖公司的 那个拉门的最后 不成为副总裁退休吗 是是是是 我讲过这个故事 他就是从十几岁就去拉门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学历 拉门呢 就是最大的好处 就是用心 用心就能记住 记住以后 这个客人来了 这个客人来了 发了记 这客人喜欢什么 他都知道 然后隔几年没来 那就生意不好了 隔了几年又出现 说您又回来了 什么 他很会说话 拉了一辈子门 加仕德 所有的客人他都认得 最后变成什么呢 加仕德最重要的拍卖夜场 一定他出现 因为所有人互相之间 都不知道这人是干嘛的 打客户一来了 很多人跟不上 他马上告诉你 这人干嘛 这人历史是什么 怎么会 弄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有心 最后关键是什么 人拉了一辈子门 拉到退休的时候 加仕德举行盛大的酒会 把各方人请来 当场宣布 我们这拉门的门童 以加仕德副总裁的待遇退休 你不做的副总裁也是这个吗 我突然想到就是 上海滩这个 就是这个沙逊 就是那个和平办公室那一带 他最早做什么 就是叫什么 保安加销售啊 他最早是在那儿 所有历史上发达了才的人 一开始都是干这个的 你看杜月笙一开始干嘛的 销梨的 过去什么叫销梨 现在都没这行业 就是走着走着累了 吃一水果 人家拿着梨 啪啪啪啪一些 你知道为什么销梨 不能销苹果 我告诉你 梨水大 梨水大销完了以后 我都能给你销 我销了白销 销完了以后 有一个刀 销完了以后 这梨皮全在上面粘着 因为它有水 滴了起来给你 不脏手 它一滴了 这梨完了你能吃 这一手绝活 人家最后做成老大 一定是从基础做起 谁上来让你做老大 真让你上来做老大 你控制不了局面 谁吸引你 杀讯那时候就什么 犹太人刚刚到中国 在做这个生意 然后上海人那时候 他排队到那门口去买 老是一堆人拥在那里 就乱 他怎么 给你们发号 发牌子 一号 二号 三号 你们排队买 结果一下子 这个有秩序了 销料也上去了 这老板一看这个好 然后他就从这个开始做起 所以你哪一行 不管你在大厂还是创业 观察 而且我刚觉得 特别同意您说的 跟人 就是说你观察人 在当中寻找智慧 寻找门道 这个就太好了 你看到后来 都是正能量 中文者往往都是跟人打交道 医生 御师 售货员 主持人 对 对 对 哎呦 我也给发财啊 天天跟你们打交道 跟人打交道特别重要 比我们打交道局 越打越穷 对 特别 所以这个 咱们今天这个结论说的好了 就是说啊 合法挣钱不丢人 责业不分贵贱 但是有一样 人人都责业 你看见人家成功的 成功的 必有这个人成功的原因 对吧 这也正能量了 哈哈哈 大收集 大收集吧